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次到云南之后有一项很重大的发现 到处都是摄影师 到处都是我的同行 因为那个地方就很多很多在拍照的 卷得很厉害 对 就是有顾客需求了 自然就有这个商业的存在 就很多人会在那拍照 因为那边有很多那个少数民族的衣服 你知道那个哈尼宝贝吗 对 很漂亮 对对对 我穿的就是很多那种衣服 他们以前的水箱啊 包括这种古镇啊 就是在上游洗衣服 下游打水喝 是这样的 因为流水它是清的嘛 我觉得这个古城里边的 之所以会有这种水景啊 什么的这些设施 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防火 哦 灭火用的 对 就好像故宫里面一个大缸一样 里面长期蓄水 它都是灭火的 还记得全真木马吧 半年了 我突然间有一种那种感觉 恍如隔世 对啊 恍如隔世 而且你知道我半年前 在这许了一个心愿 就是我希望过了一年之后 就是可以到云南呀 可以到我想去的地方 然后做自媒体 没想到 还真的实现了 对啊 实现了 而且半年之后 我竟然又回到故里 这就叫什么呀 所想皆所得 所得皆所愿 而且我还认识了三个好朋友 就是觉得不需此行 就是收获满满 对 收获满满 能够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 然后取长古短 对 我觉得这次出来之后 我接触到的每一个人 他们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三人行必有我 对 然后可以让我 学习到很多东西吧 对 也不 真的是不需此行了 对 哈喽公主 这个是丫鬟 这个是公主 一人一半 我们感情不会散 安妮 安妮 哎 这个地方看起来有点眼熟呀 你要干嘛 你不会又要跑啊 我不跑不敢了 上次跑掉了半年半 跑完之后快累死了 然后网友还说 小孙 看这个样子 有点像恋爱了 这么开心 殊不知上次我跑得快累死了 我可不要跟你跑 我可跑不动 跑去跑去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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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救命啊 那个我的网友说 你的视频里不是在跑 就是在跑 吴家有女 出掌城 名曰 李小丝事也 此女子可谓是 琴琴书画 诗词歌赋 样样精通 不是样样稀松吗 嘿 瞎说什么大师话 还能嫁出去吗 嫁不出去了 有人说 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遇见 一路走来 你总会遇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 那么在云云众生里 此刻的你 又遇到了谁呢 有人说 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遇见 一路走来 我们总是会遇见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 我们与亲情相拥 与友情相逢 更与爱情相遇 他是李小丝 每天的这个时候 他都会和您 不见不散